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与桃园区退府会职讯中心联合举办了2016真特别的你真才活动 现场一共有30家厂商释出将近1500个职缺 欢迎二度就业民众以及中高龄的民众来参与 现场也特别设置了友善职场专区提供弱势就业者免费咨询 弱势就业民众的求职问题一直是台湾就业市场亟待解决的一环 为了提供他们更多的就业选择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 26号特别在桃园区退府会职讯中心 举办了一场真特别的你求财活动 邀请到30家知名的企业释出超过1500个职缺 其中超过一半的职缺适用于二度就业的妇女以及弱势就业民众 希望提供不同族群的求职者更多的选择机会 在这个1500个职缺里面几乎有特别为我们现场的那个 二度就业妇女以及中高龄的事业民众提供有一半的职缺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征载活动 让我们桃竹苗区区的一些事业民众找到好的工作 那我们企业雇主能够找到好的员工 那提升我们的整个桃竹苗区区的一些事业率的比例能够下降 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长丁玉珍表示 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营造友善职场 也愿意提供工作机会 对弱势求职或是妇女二度就业相当有利 因此在活动现场也特别开设了友善职场专区 由专人提供咨询以及资料登记等服务 对于协助他们重返职场很有帮助 针对二度就业妇女以及中高领的事业民众提供友善职场专区 所以我们今天只缺一千五百个里面将近有一半提供给这样的事业民众 希望营造我们职场让这些比较弱势的事业劳工 透过今天友善职场的一个争彩让他找到更好的工作 除了友善职场专区 现场还有免费就业讲座 补助咨询 职业训练 创业咨询等等 提供不同求职转职的民众各方面的需求协助 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短短四小时的活动时间 现场就涌入了六百人次的求职民众 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表示 往后也将会持续协助厂商征材 以及民众求职的媒合协助 同时也帮助落实就业者找到发挥长财的新战场 桃新闻 董玉飞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